今天我們會進行一個比較有趣 然後其實也蠻值得我們去了解的一個新的題目 我們剛剛在喬座位 我們喬座位本來一開始我們不是要討論 我們是不是要喬座長佑來做呢 還是要什麼方向左側的喬座位 我們已經喬座位來做 他家靠近系列座山脈 所以他靠西邊 其實因為我們部門比較大的關係 不是 你放心 不是 那我們每個部門都不靠東邊海岸山脈 他家比我家西邊的座位 所以我們都很好的 這樣子 好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我們今天的對談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咒 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的現在與未來 剛好 剛剛出版的一本新書 然後這本學道是咒 我想今天這本 這個書文書裡面談的一個意義叫咒 咒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嗯 它聽起來 聽起來應該就比較 聽起來比較神秘 然後比較 比較 比較 難解的部分 那其實咒的部分 我們常常 其實 我想在文化上 是一個相當好識別的東西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不同的文化裡面 它都可能類似 類似咒的概念 可是說是類似 其實它又不同的意涵 那它可能 咒本身就 就體現著一種文化 其實對於世界 與對於人際之間的關係 來致於 對於整個 作為自己 自我正好 與自身 自身發展的一個 一個 體現的方式 那 作為一個其實 人類 人類文化中 其實蠻常見的 一個 一個元素 那 咒到底 跟 我們之間 我們以往 我們感受的 教育 沒有想到咒 要嘛 就想到那種 那個 那種 毛山道師 毛山道師 然後可能 畫符念咒 這樣 這是一種咒 還有一種 就是 一些國來品 比如說 那個 黑魔法 黑魔法 可能還有 可能還有什麼塔羅牌 等等 烏烏烏烏烏 你這樣 炒人插針 類似這一類的東西 那可是 可能除了這裡以外 我們其實 其實真的 就只有這些 對 那 我們 作為台灣 最早的 主人 然後 原住民族 有沒有受的 概念 那這樣的 是否 也體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台灣原住民族 在 過去 現在 未來之間的掙扎 到底是什麼 那這些 這個我想 今天 我一開始 我對手 揍的是什麼 開始 我想今天 今天很難得 找到三位 三位 我們原住民的好朋友 三位 其實都 真是想到一段時間 而且其實都還 都還蠻愉快的 因為 因為這個 我們 之前有一些 交流 對談的時候 其實我都覺得說 其實 某種程度來講 台灣原住民族 對我 對我一個漢語來講 我覺得他接觸的是一個 對我們台灣文化的另外一個 更深刻 更深刻的去 以及更 更深底欲的一種 一種 一種源頭 也許 我們會覺得說 那跟你 跟你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從想要理解 想要認知到 正統的過程 然後 那我想 接下來你就 把這個精彩的過程 交給三位 我想 第一階段 可能會從 我剛剛說的 揍 是什麼 開始 那我們 我們其他的時間 就可以說 三位開始 謝謝 你再被嚇咒了 剛剛那個 是說 台灣原住民的 的存在 對台灣人講 嘎嘎嘎嘎嘎 那個感覺 就很難 被嚇咒 這很難 嗯 剛剛我問了說 我這次出的小說 最主要是 揍裡面 揍的意思 有看過 有看過 看過 對 因為我們太白了 所以 穿著有跟著鞋 沒有看不到 如果有看過 這個小說的話 其實 在這個小說 一開始 那個女主角 把人問 他說 他說 他有物質的體質 我們用他們的腳 就是 黃黃的小阿翔 跟師父還是 天生的這個傾向 他 他 他有這個體質 問題是他 這個小說一開始 就 點出了他面對的問題 因為他是 老達人 他家那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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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嗯 老達人不是一個 屋宿已經失床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發問他的天氣 他的 收養他的手工 被告訴他說 你要想辦法 去發問他的天氣 我是因為不知道 咒的本質是誰 所以我才寫這個小說 我想用咒這個 我自己 我做一做誰 都沒有辦法 掌握著傳海的觀念 來 進入一個 這個框架 然後在這個框架裡面 透過大家都覺得 比較容易接受 你們看很低的 整座故事啊 有人 被殺啊 愛情故事啊 什麼類的 這些 大家進入一個很低的情節 來思考那些是不安嚴重的課題 那既然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咒 那我在 我在小說裡面其實 就是讓很多 很多人都重心咒 有什麼各樣的人咒 然後他們就會 想同的方法來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不知道 因為無處的傳統已經消失了 那 你如果重了一個詛咒 該怎麼辦 也不知道 像剛剛我跟老婆說 你們 在外面躺的時候 我們阿美徒有講 跟詛咒 重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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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 起老那邊 學到就是 就沒有詛咒 誰 誰就一下子 我們就跟詛咒我學到 可是為什麼 就是詛咒 問題還是一樣 就是 那是怎麼下詛咒 我們也沒有學過啊 所以 那 現在 阿美徒的牧師 都也 他們也 我們 我們教 就是他們 做雞棚 他有到傳統的 吃飽的方式 老師 他也有按摩的那個 的那種 的雞棚 因為是雞棚 的那種 像 導入沒有 然後有一個 再問一次 是不是 就是 就是被 嚇咒 然後我就要 撕咒回去 那 泰巴朗的那個 祭司 他其實 就是 就是 巫師 巫医 他其實是一種 師徒的 傳承的方式 就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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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高爾小說裡面的 那個 那雖然有屋幾 可是他不是 他就可以馬上 變成一個屋 要成為一個屋 要一個很長的 一個 訓練的時間 他才會變成一個屋 才可以跟 那個 神靈 做溝通 對 請坐 我還沒講 謝謝 那個 那個 剛剛講什麼了 這個 這個 蛤 誰嗎 我已經想到的 繼續 沒有沒有沒有 感謝你的聲音 就是 從小說來講的話 其實這 跳脫入這個小說來說 我作為一個阿美人 我事實上 我對於 部署的長頭 的訓練法 是 相當的 因為 面對某些 我永遠會怕好長頭的方式 去訓練法 那在過去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已經不知道了 這個 這 以我們這個口術民族的 角度來看 就是這個記憶 失傳 我們口術民族 有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游場 只要這個記憶失傳 那這個記憶失傳 那你永遠不能夠知道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萬一你真的 有 還是這種 詳咒的話 該怎麼放的 這個是我想要 我想要你這樣子的方式 來點出 當代 我們有很多東西 很多傳統 都流失 但是 它流失以後 有的是 有後悔的 等一下 林愛 會跟我們講 有些東西流失後悔非常嚴重 主帝 每方說 說我要負責任 是 你要負責任 那那個 流失還有語言 現在我們 我們三個都 毛毛不顧而已 你們都 不敢說我們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原住民 就是 是生活在那個 神靈的世界裡面 所有的原住民 我包括個人 跟族群都是 你看我們 我們的生活的方式 先看天 看神靈 看我們的那個 祭祀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十節 然後我們 吃東西 然後 甚至 從生到死亡 吃東西 吃喝拉薩 都跟靈有關 我們其實都一直 處在那個 靈裡頭 跟咒煙頭 看醫生 也要去找 找物理 那 我是這樣 覺得 我是一直處在這種 被 被主衷的狀態 像我們剛剛 要下來之前 然後 像 我先報告 他等下上去看 所以我們都可能 搞出去 台北公司 上面有三支營 我已經燒完 就是他 你自己講的過程 他抽得很快 大概一分鐘 比我們一般人 抽菸抽得還要快 就是 我們 每 當要我做 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一定要跟我的 祖先 或者是我的阿公阿嬤 我自己會講說 我的阿公阿嬤 跟阿公阿嬤報告 然後 給他們吃東西 給他們什麼東西 然後交代一下 我們今天到底要幹嘛 這群小孩子到底來這邊 要跟他透露什麼 發明什麼命運 我們還是要跟他說 要報告 要報告 他是不行 對 所以我們一直被下詛咒 現場各位都被下詛咒 好的 那我最後補充一下 菊老師咒 裡面咒的關 最後我選擇的一個 我覺得其實比較原體的文化 概念很重 它是一個強大的意義 而且我在小時候 裡面一直提到 什麼類型的 人家在討論到 其實這反應 我做成本人的家族 相當地被討論化 對 就是我們 我的家族 我們三個人的家族 都受到非常 強 非常深的日本 日本人的影響 請問一下你的日本性 一堂 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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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 我故意的 那是當然當然 他就掙脫那個狀態 單狀態 所以其實 因為我們 我要講的是 這個是掙脫 在座兩位都一定可以認真 台灣就是太白朗 日化史率非常高 你們知道 他以前那個地方叫做什麼 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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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反而是要 而且島上是有神社 雖然我們 我們這個地方 掀起來神社 我們全部完全 天空全非 所以這個小時候 裡面的日本人書 是我 作為一個 阿美族人 有很多東西 我已經學習不到 當我去追尋傳統 之後 馬國已經97 左右 但是他這個日本人 他基本上就是這個日本人 他完完全全的 就是一個 日本人 就是這樣講很簡單 雖然他阿美族傳統 都也 但是他受不了 他以前他是排令 他一直排學校 所以 我追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教我一些傳統的東西 我進一步去思考 這個東西 有沒有被日本文化影響到呢 如果被日本文化影響到的話 他還是 他還是算是傳統嗎 多傳統才算是傳統 這一類的問題是 你如果真的 生都知道的話 畫都沒有沒有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小時候 寫的日本文化 本來是打算行 畫了誰的身上 但是現在出了第一本 第一本是把這個方向 把它畫出來了 就是 台灣當代的文化混在一個咒 這個咒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有很多東西已經流失了 但是 流失 流失不表示 他在你直到處沒有笑完 到 上 就這樣 接下來叫給點愛 好 謝謝 讓我身為一個余韓人 當時我都沒想到 要回到一個咒 就是 他這個書名叫 絕打之咒 當然 我們現在不是打書會 所以方便去 針對內容或彈性 但是 很明顯的 他在內容 剛剛說他提到 安倍劍 安倍劍 他這個是用一個陰陽學 他就是指示這個咒 到底什麼是咒 因為我們聽到咒的時候 常常想到就是儲咒 但儲咒就等於 一個多獨 魔法 所以我們想到咒的時候 會想到一些黑巫術啊 什麼之類的 實際上咒是這樣子 如果說按照 他裡面有引用一段 那個 甘米奇兵塔的畫 甘米奇兵塔的畫 大概在西元 九百多年 九百多年 日本的英明家 他說 名字本身就是一種咒 那所以如果用照片去看的話 那什麼是咒 就是咒啊 因為自己很膚淺的去 把它做一個理解 就是一個 可能是 行 民 空間的制約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比方說 各位其實也都中咒了 各位中咒了 我這樣講好的時候 欸 有沒有人會理我 沒有人會理我 對不對 你叫什麼名字 那如果你在路上 我講 既你 你會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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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受到制約了 民主在過去 他所受到的制約 可能來自於 所謂傳統的規伴 所以這些傳統規伴 當然他會從 部落內部的禮法 或者是他有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 甚至可能大家有聽過 像狩獵 如果說要出去打獵之前 你走出門 你這個部隊的行徑 你有人放屁 或是請你晚上問到什麼 或是走出門怎樣怎樣 他就會打到回覆了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奏 一手換的制約 那現代的民主民主 就是要什麼樣的制約 他們就波浪 政治 經濟 法律 這些都是一個制約 那這就原主民所面對的奏 面對的奏 那就是覺導之奏 這個如果我們沒有猜錯的話 覺導之奏這個書名 根本就只有川晟 講這個祖文 我完全沒有自如 你會這樣 你這夠嗎 你這夠嗎 所以他就是 絕島裡面就是孤島 島嶼之類的 連弄海灣 所以他這個書名雖然講 好像在談的是台灣原住民的 面對的一個奏 可是上方談的是台灣這個島 包含這個土地上的人民主 面對的這些職員 那是哪些職員 也許說我們有機會 可以在今天這個場合 是大家回去可以再多思考一下 怎麼樣去擴充這樣的職員 好 覺得說真的沒有辦法解 大家好聰明 我覺得說我們也是存在的裡面 其實這是真的 我說真的 我跟阿茂 我們就是打招呼 雖然我們現在回去都存在很大的 那我們兩個是一個團體的情人 我們都會打開什麼 我們就被打不死在這個團體上 我們就有責任跟他們 就要去保留我們的家庭 因為阿茂他是那個反殺的物流 所以他有那個 他一旦把這個標訊貼在自己身上 當我反殺就是阿美圖 阿美圖的自稱反殺 當阿美圖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阿美圖發生的事情不會長 因為我反殺的事實在太多 所以人家也每天都會 這個也只要 阿瑪 阿瑪 所以我們 我們其實很多 我在小村的歷史 也會顯得到很清楚 有的時候 揍的是別人嚇 我現在自己嚇 揍的是一個強大的意義 那我們為什麼會不會 螃蟲在那個 螃蟹那種人 他們都會 在國務裡面幹到大火 因為我們自己心甘情熱 怎麼來說是這樣的 所以是馬大公所聯盟 還是公告性的 一個狀況 來處境 在國務大陸展開 可以啦 就是 就是我們花蓮縣長 什麼花蓮縣 那個副文學先生 他就 他就跟那個 他說 因為我們之前的部落裡面 馬大陸展開 都有人到廣西的 撞擊的事情去 去表演 那他們 甚至我們自己也就要他過來 憲哥就安排他實行 但是 我就接到 我們馬大陸展開 在部落裡面的 四號成員的那個 因為部落裡面的人 然後不要真的要保庇 不然再 接到四號的通知說 他們居然 復婚請 這個 這個 不是阿美蘇 也不是 打單人 也不是打單人 他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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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安排這個團 在我們女性 我們阿美蘇最重要的年紀上面 表演 那靠嗎 女性不是表演的場合 就是我們祭天祭天的場合 我們如果這支影片搞好 我們接下來一整年 我們不會很倒楣 很倒楣 很倒楣 很倒楣包括 我到現在都很相信 因為我們最近有沒有 最近把他跟打完弄的 死很多年輕的人看 一定是有什麼事情怪怪的 所以 部落裡面的他就傳過來了 然後 他好像是接到六號的通知 他立即有條件 然後 我們外面才開始動作 接下來就交給你們 請說 我們 我們 我不用我身在階層的角度去看 剛才那個 你剛才有講 就是 我們一直處在這個奏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制約 那我 我認為我自己的制約是什麼 就是 符音於這個傳統的階層的這種制度 符音我的文化 然後 我是如意這樣的一個文化人類的感覺 可是經過那麼多年 我以為 當我進到這個階層裡面之後 我可以透過某種方式 可以 可以把 我們期待的 未來的祭典的 那個樣貌去 往上 往上 讓這個東西變成 部落的 公共的 可以討論的事情 而看起來好像是不行 那 經過了十幾 十年 也好很多年的時間 這個 我們的祭典 包括我把答案 對 把答案很近一點 我們祭典是 因為 每況愈想 我舉例 前年的時候 在祭典的過程當中 有人求婚 有人放煙火 然後 祭典的最後一天 然後就是 讓 所有人都進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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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里古達克 就是 那個 武祭的 這個祭場裡頭 在所有的阿美族部落裡面 尤其在祭祀的環 祭祀的那個狀態下 是不可能 不應該 讓任何人進來的 可是呢 部落的 可以去運作 部落階層的這些 長輩也好 或是 同樣 我自己的平隊也好 去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們 部落裡面的傳統組織 早就已經被這個 這個國家的體制 症候 進入到我們體制裡頭 由那個國家體制裡頭的 這些 頭人去取代 他講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然後我們這些 服役階層的人 服役傳統的人 我們就要替他 去做這些 這樣子來看 我們祭典會改變 所以 也不能講說 最近 其實這兩年 我很少是禮頭 所謂禮頭就是 祭典的第二天 我們會到 一個 階層的商家 去拜訪 去衛商 去除 除商 這樣子 前兩年 我才要以那個 我是朗岡峰階層 就是現在到此 第一個階層 幾乎沒有比喉嚨過 我們那個年輕 三十幾歲 我們還沒有人 他沒有人過世 可是呢 這兩年 每年都要比喉嚨 每年都要去 那個年輕人家 去看那個 家長的那個 很難過 但是他又很欣慰 他能夠再接著 這樣的感受 這我 我覺得那個 馬達王賽 就是阿婆阿嬤 給的這個 詛咒其實已經 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但是我們年輕人 還不反省 現在的祭司 到底在祭司誰 到底在做什麼 到底是 是為了發光樂而做 還是 配合國家政策而做 都 我們的 這些 配運作經典的人 都不了解 但是我知道 是我的年輕人 正在出行中 正想要 回到傳統裡面 正想要 去找回那些 所以我真的要 要去尊 那個福音 要尊重的那樣的 一個傳統 我極致跟制度 你知道嗎 所以 雖然我坐中間 可是 今天不是我們 好 你知道 那個 他說的真的沒有錯 因為最近 不管在荷蘭念上面 但最近三個月 在達到的時間 很多 每次一回家 就知道 小孩子 對 年輕人都死 有一些我通常 已經臟在喝醋 我臟在喝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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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臟在喝醋 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 印象比較大 你又這樣子 不斷倒不到 你知道 懂這個笑話嗎 你就會說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 中了什麼蛋就死亡 都是很年輕的 那剛剛 然後不要講 就是說 他 如果他 你就是 你最重要的就是 你最重要 應該是37 到37 到37歲 他的階層 如果要去 去尿 去餵房商家 就表示 這個年輕人死 每年都有這個年輕人死 然後兩個都都 我認為 我認為 一定是因為我們有什麼事情做的 我們 我們能夠有什麼事情做的 一定是我們 連性出的問題 就是我們 記點照說 等一下 我們有聽一下 那個人把他按摩 對 我是今天 我們要來創造 那些哲務史上 有發生的過程 就是 與韓人會吵架 然後 吵 你剛剛講 不是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 這樣就有點傾強 可是相信在場裡面 很多人會想說 你們講的那種 年輕 這是謀 這是巧合 而且現在 那個年輕人 不要說年輕人 現在這麼多文明筆 對不對 以前也沒什麼事情 現在 動不動用什麼 風波性組織眼 還是怎麼樣 就掛掉了 所以 這個死亡率也慢慢的 慢慢的 這個死亡人年紀也慢慢的下降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們到廣西去 你們到廣西去做展演 那現在廣西過來 這個叫做文化交流 這有什麼問題 你是負責人嗎 這個 這個 但是 因為很早就被商業化了 耶 但不靠近台九線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不是在說 你們部落部好 就是有路 我要講的是 原住民的苦 跟原住民的重 因為很早就有一條大陸 一條大陸 台九線 總共16 16米 大陸就穿越那個部落 所以很早就被商業化 很早幾天就消失 對 很早幾年裡面 那個傑森裡面 有男女混合 對 也很早我們就取得 政治上的優勢 所以他們很羨慕太高了 對 比方說像那個 原住民界的那個 政治人物 像有一位叫 莊金森 雖然說豐冰槍 他是 戶籍是在這個 荒富鄉 在廣安這個地方 他也能到取得這個優勢 對不對 所以 凱九線 廣安部落這個 在凱九線旁邊 他當然會有一些 人口流失跟 文化意識的那個問題 但是相對的 帶取得比較快的發展 這個是原住民共同主題 你要發展 你要進步 還是你要固守的那個 好 了解 馬丹跟 他補 不知道大家 你聽到這邊都不知道大家對於 我們提的這兩個部落 沒有概念 就是所謂的馬丹 都跟泰馬部落 他在行政區域上 是在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 可能有人經過那個地方 會說馬丹師帝啊 去那邊做什麼生態漁法 或是像荒野 好像在那邊也租了 或是買快遞 在那邊有一個展示的地方 展示的地方 對 然後因為這是光復堂場 很多都因為會吃兵 這個地方 那 馬丹部落 他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像他們兩位講 因為我們在台球界 就幹到旁邊 所以入口就是 非常 非常的 非常的 快 非常快 那包含人口 我們這樣想 我們知道說台灣這些 原住民主 應該大家知道台灣有幾個 原住民主 應該知道 16個 對不對 是酒族好不好 拜託那個酒族 你把它拿掉好不好 有16個 現在16個 為什麼16個有多 有優惠 去酒族 還在 只有在原住民主 的時候 對 那 這個 呃 光復香 他在花蓮這一塊 大家知道說花蓮 台東這邊可能是台灣 原 阿美族分布最荒誕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個事實 就是說 呃 花蓮 花蓮縣跟台東 屬於原住民的地 地權 屬於原住民的地 大概五到千六至三個 那大家覺得奇怪啊 日本那時候 所謂的儀惠戰爭 或甲午戰爭 他 取得了台灣的統治權 這是第八九五年 其實 光復二十五年 嗯 第八九五 第八九五 他取得了這個台灣的統治權 那 在那個時候他過來 他曾經做反例的調查 那台灣有三分之二的上 就是原住民的戰爭群 戰爭群 那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地方 是屬於所謂的 其實也是漢民的區 是這個 蘋果的區 這樣 但是在日本統治的末期 在日本統治的末期 他已經把這些的 環民的地 已經降到 大概二十六萬多年 然後 後來當然 我們公正不過來之後 他接收過來 所以現在大家所知道 有種可能 大概在二十四萬 或者是六萬多年之間 而且這個分布的崗位 都在 要麼就是水龍的 要麼就是什麼 保安領域 國家領域 這些都 這個地方 如果我講就是說 像 這些 這些土地都有流失 當然土地流失事 等一下也有 在一起 但是 對於光復這邊的影響 首先第一就是 人口 跟 怎麼講 人口的 贊 像 泰巴朗 泰巴朗 國小好 百分之九十八都是 贊 應該沒有道具 應該有八成 現在 可是馬灘 比如說光復鄉 光復鄉的案件 都非常在馬灘 所以我就一半 可以一半 然後我最選出來的 代表什麼 都不是 都不是 別處理 那 當然在一些 市政座位上的 就 會比較苦 那再加上說 我們這樣 華麗 華麗那些全景 那是為什麼 不崩潔 我們就說 不崩潔不是五星現場嗎 那 很多人常常講說 那個建議租於天下 還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選擇 你沒有去那邊投票 他沒有人力在那邊投票啊 那為什麼我們就不崩潔 然後他 做得很好啊 2011年的時候 他 帥團去跟中國 廣西 現在我們在廣西省 現在廣西中國之內 去跟他的 十四個 城鄉 然後跟華麗的慈善真相 父親姐妹事業 所以才會有那種邀請 台灣的 這個華麗的原住民到 廣西去做表演 然後所以這一次 他們也是過來表演啊 為什麼你們要反對呢 表演 表演很長 表演什麼 那樣 另外弄一個長的表演 但是不能叫 你離姓是什麼 離姓是什麼 離姓就是大家講的 就是各位在場 除了那些 一些原住民朋友 都來跟你講 就是瘋年期嘛 你瘋年期不是很開心嗎 你瘋年期不是很開心嗎 我們一起來玩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 那個我叫畢竟 我說 它是故意的 我知道 這個 你知道它也蠻苦 對於這個老實話的事情 理姓 這個字 本身是說明的一切 理姓 就是祭祀 理姓就是正在祭祀 那種 它是一個 延續一段時間的理姓 然後所以他有 他該做的事情 我們今天進行 理姓階層 要檢討過去的 一年方法 那些事情 你很好 就跟你家講 不好創意 所以 就是還有 像我們剛剛講的 女婆囉 女婆商家 然後 之後還有 那個 婚姻教學 然後 他整個在我們昨天 年紀上 眼鏡上面要集團 四種場 有沒有 一個團體搞不好 唱歌跳舞 你家在祭祀的時候 突然有變好嗎 這個 是笑話嗎 你會接受嗎 你到底會接受嗎 我到底會接受嗎 我到底會接受嗎 可以要懂嗎 我就說他們很早 他很少女 他很少女 他很少 其實沒有不尊重 那個 馬太安的記者 拜託 那個 嗜號跟月號 都是馬太安的嗎 他剛剛有講到 就是 馬太安 你大概講到一點 馬太安 他剛剛有講到 講到一點說 就是 包括馬 就是道路在馬太安 所以 馬太安 現在 祭祀的狀況是 被迫 然後 必須要接受 那麼多族群的競爭 包括文化競爭 人口競爭 其他的 他就 會慢慢的 有所改變 我們 泰巴朗市得電路後 就是 交通不變 也沒有到我們不變 但是其實是很 很靠 那個 海安山 泰巴朗這樣一起山車上去 是 對 但是 但是我們兩個部落 在整個 阿美族 反常 的部落裡頭 都算是很早 就被 黃銀化 被 被國家所 所 包括我們的公共設施阿 大陸阿 水利阿 都被 國家化 就是 國家化 就是被 國家 欸 真的我們覺得是被 國家化 對 包括我們的祭祀 那 那 我們的 隱姓 所以 很多人其實看到 看到 馬太安跟泰巴朗的祭典 尤其是在第三天 第四天的時候 看到非常的 歡樂阿 娛樂阿 這個 我覺得它是有一個脈絡跟原因的 從日本時代開始 你到 這個 國民黨 他們 這個 把我們的祭祀給 給商業化 當時他們的文化 有一種 附庸來去 去操作 什麼 外交阿 事件 都要幫我們 推出來 這個是 最根本的原因 再來一個原因是說 土地的流失之後呢 我們這些年輕人 回不到部落 沒辦法在部落生活 全部都到台北 到城市裡面去 到有工作的地方去做工 尤其是 那時候又被動很多的大型的建設 那個是我們 最多的 喔 所以我們很多人 會移動到城市 那個原因其實很簡單 我在部落是沒辦法活下來的 所以我到城市裡面去生活 所以有新洲部落 有坎基部落 有這些河漢部落 這些人以前 他們族都在挖礦的 然後泰雅族都在把那個山坡掉 掉空中飛人 這是 我們線的現狀 背後面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很遠離 我們部落原本的文化跟基督文化 當我們很想要回去的時候 再重新辦基點的時候 啊 我也不知道幹什麼 所以我們就 以那種運動 推個活動的方式來舉辦 因為我覺得 附贈文化的方式 就是要推廣文化 讓更多人知道 到台北市辦營信 到台北市辦營信 到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台北市政府去 把打故事 去報訊息 這是我們現在部落的 嘎嘎跟 法技他們認為 的推廣方式 認為基點要辦的方式 可是我們連線不是啊 因為我們離開部落很久 我們要想要找回 是一點點那個鹽巴 我們找回 到底基點是什麼 鹽巴到底多寫 可是呢 這個基點舉辦 到現在已經變成 另外一個樣子 我找不回那個鹽巴是什麼 鹽鹹度到底是什麼 的時候 我就反台北 就變成把開公司聯合 對 所以解答另外一個問題 第一 你還是不防火器訪問 你不防火器訪問 我告訴你 4號跟6號什麼 好大人喔 消息是好大人的 這樣 那就是他們是 叛递 沒關係 按照你 那這個就會其實要說 當然 大家知道我今天 為什麼講這種話 怎麼講一次 主要是大家 一直構成思考 就是說 對於原住民 我們現在 跳脫 跳脫馬丹 跟加藍波 對於原住民來講 我們怎麼樣在 尋找 要去繼承一些 關於傳統的東西 以及 踏上這個 現代化之路 這個經濟開發發展之路 這兩者到底要怎麼樣 全核 而這個權衡是 能夠由原住民的自身 以他的注意性 來做權衡的 還是我們是被迫的 被動的 是別人來要的 安全 也許說 在場的各位 都可以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 很好奇 要流行的話 來講 參與失靈局 你的決策過程 你的醞釀 你的計畫 原住民到底 參與在什麼 你不能說 原住民是負責執行的 原民會規劃了什麼東西 萬一建制服 規劃了什麼東西 然後 交給 派發展部過去執行 交給派發展部去執行 這就叫做 共管機制 不能這個樣子 不能這個樣子 但是 它到底要怎麼樣才算出 我真的需要波斯達到 而且我請求 我肯求大家 盡可能的 也想想 用原住民的意思去想這件事情 我上很多人是帶著善意 給原住民各種部落 或是族群那些講義 我跟他們說 欸 你們就聽到啊 有人講說 我跟你們講 這次波斯達到為什麼 這個規劃就這個樣子 你們要把 你們部落 如果我會投入自己這樣做 你們要把 或是你們要成立 像是監察院 我們上映主義以後 那個五權憲法要重新講法 你們這樣 怎麼 這真的欸 這不是開玩笑的欸 他這樣想 那你有沒有回到 郭州人的主體思考性的可能 去想說 他們 像阿美族 他怎麼樣去形成一個 部落集體的決策 台灣族 怎麼樣形成這樣 部落集體的決策 而不是說 你們那麼多族 那麼多種想法 不要啦 統一比較好 用一個規定的 標準的 公平化的 我們要齊一的態度 我們由中央定一個法規 你們照做就好 這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 也可能是將來 等一下我們要繼續談下去 對不起 我只要一分鐘 你回臉 然後就交給你 我不是要打輸 但是我要講 我在這個小說裡面 其實有一個角度 這個是台灣人 都市有助理的 他後來成為一個企業家 他很努力地想 用他自己 都市生活的經驗方式 去餵原住民 因為原住民是經濟上的弱勢 你是經濟上的弱勢 你是經濟上的弱勢 你就一直社會上才能知道 你負責好久 所以他是一個成功師 他就想要去創造 一個原住民的經濟體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情節 是修命亂倫 這兩個人發現 彼此是修命亂倫 到底已經派下去了怎麼辦 那修命亂倫 這個 到底是結尾 你都不知道他們到底亂倫 還是你知道他們是相愛 他們在掙扎 我想用這個 亂倫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事情 我想用這個極端的一個例子 來告訴民者說 原住民的 不只是我們華美說 我們原住民遇到的抉擇有多麼大 因為遠古時候亂倫 當我嘴過後 總之亂倫的反應 亂倫代表開創一個新主 你如果不亂倫 你這個不行 那我們就是暗雲現狀 這暗雲現狀跟開啟新主之間 不是有什麼選擇 但是 如果你有那個 你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開啟新主 你有亂倫的勇氣嗎 你開啟新主的代價有多少 這個是我在小生裡面 為什麼會不停在我情節 對不起 謝謝 所以剛剛提到 他那個就是說 三位非常精彩的推談 因為我們剛剛從咒開始 什麼是咒 他也知道 咒和文化還有什麼之間的關係 那其實我 其實剛剛聽這樣的 對我們感覺很深 就是說 也許大家都聽過一句話 比如說那當時在那個描述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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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過程的時候 其實對於弱勢民族必須這樣 它為什麼變成少數民族 其實說老實說 相對於少數的原因 這是不是一個優勢民族 對於一個擴展 它在一個擴展期的過程中 對於其他周邊的其他民族的外層的壓迫 那這樣壓迫的過程中 它一方面要顯現它的所謂 這個現代性的強大和勝利 那一方面它排除差異性 那一方面它又要顯現出它的 它的這個擴展性的設定 所以它還有這樣的方式 就是本來可能是自己的 本來有設一個文化的 文化的脈絡 它把它去除脈絡 然後變成一個一種展示 少數民族都在跳舞風舞 那實際上它真的是舞風舞嗎 可能原本不是跟文化沒有關係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包括我們以前所會講到 講到我們跟原住民有關的歌曲 就是選護舞蹈 我們可能大家不知道 那些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它是唱得到技術 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或者說穿的服裝 它們根本與實際上 實際上原本的文化二度 都是沒有關聯的 那純粹是為了一個 國家這間現代性的 所謂的一個 產生它統治能力的 還有一種高權的東西 鄭文剛才所說的 這個過程中 這個過程中 我們是由上而下 中央由上而下 他強的意思是說 我一個方便要保住 保住我的文明的表征 說我好好的尊重 別注 可是一方面它又顯麻煩 所以它有一個中央統治的觀念 去消除差異 然後達成一個 能力達成東邊 但是事實上 我們是不是應該反過來思考 如果我們讓主權體 擁有主持多名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讓 權力的來源是由下而上的 或是包括角色的過程中 我們怎麼樣容認 或讓這樣的意志 讓這樣國家的意志的展示 是由下而上的 那取得它一個更細緻 或是更粗暴的狀態 那某種程度來講 像咒的觀念來講 咒可能就是 到剛剛所說的部分 也許國家的意志 它既然是一個強大的意志的展現 那麼其實國家作為一個虛擬的法人 你看不到那麼不早 可是他無所在 它其實就是另外一個強大的咒 那麼解除這個咒的開示 它在哪裏 或者說面對於這個國家 它是大咒的部分 那邦帶的原住民 為什麼去看待這部分 或是說有沒有想要 有沒有想過一個 剛剛拿到說咒是解不了 那可是我認為它是一個現實狀態的解不了 但是如果咒作為一個 強大意志的展現 難道不能以更強大的意志 對 人們從一開始講 咒詛咒解不了 但是以咒而去 才舉行要咒詛咒而去 就是願願相貌的概念 那... 呃... 死鳥要在你剛剛來問的是什麼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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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的是說 既然它是一個強大的意志 不過我想講咒嘛 明明會講說咒是什麼 怎麼樣去形成那個咒 那其實 如果剛剛所說的成立的話 那是什麼樣去成立咒 但是強大意志的分析 也就是說事實上 看起來沒有那麼神秘 這個才把意志的展現中 其實就展現了 展現人家的影響力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顧問 那咒都不可以解 怎麼解 或是說 是不是 我們和咒之力會成聲 跟什麼樣的共生 或是一個共同的關係 好 先生您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那個 我們剛剛喬了一下 我們有時候要顧了一下 或是喬自己 很愛 請 我想這樣子 也不敢說是回答 就是說 我們在節奏之前 好歹我們先了解說 我們目前面臨到什麼咒 什麼樣的咒 包含說 我們哪些咒 我想在場 有很多是對原住民的戲劇人 還有 甚至是對原住民的 很有專精研究 當然這種研究也包含了 親 對我來講 進入式研究 其實很多 其實很多 我們需要這樣不理好地講 很多的對原住民的研究 事實上是把原住民當成 原住民當成是一個 載播片上的標本 我幫你解了又補 補的又解 看看說 你是什麼構成 怎樣怎樣 然後後來就告訴我 你們是怎麼樣的人 你們是做什麼事情的 很激烈 對對對 這個包含從 日本時代也是這樣做 即便說他們真的確實紀錄了不少 那國民政管理也確實紀錄了不少 但是這樣的紀錄 到底上真的去了解一群人的方法 或者是在解析一種物種的方法 我必要這樣講 如果說我講得快一點 就是說 其實台灣事實上是沒有原住民的 台灣基本上是沒有所謂台灣原住民主 沒有 沒有 因為原住民不是 原住民可能只是一個物種 物種 怎麼講呢 就是 我們這樣當然 又必須回到2007年的時候 蠻久的先生他在 遺失落部落的時候 他回到 女原住民 我把你們很乾杯的看 那你們來到城市 就按照我的規則 原住民不是基因有問題 你們是機會有問題 你來到我們的城市 我們好好把你教育 當然這個煽動次序可能是 不是這樣的 但是大家回去談那段時間 我們帶他去 那時候他講的話 什麼叫原住民不是的 我為什麼膽敢這樣講 因為首先我們面對的第一問題就是 比方說原住民身份 怎麼樣才是原住民 我們當時想說 到底誰是原住民 怎麼樣才是原住民 你就會開始出現那種 很典型的門質論 就是學保 你的爸爸是 你的媽媽是 所以你是原住民 那如果你的爸爸是 但是你媽媽不是 那你是不是原住民 你是不是原住民 福大有一位正專武老師 他在去年某一場會 讓我發表一篇叫做 原住民媽媽生不出原住民小孩 如果講真的 開玩笑跟英智老師講說 你這個天拍的囉 然後我們發現 在實務上有被人照片 叫原住民的阿嬤 沒有原住民的蠢 這例子是怎麼樣 我跟各位報道一下 根據我們現行的 這個原住民的身份法 它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學統的東西 也同時採用所謂姓氏文 就是說你的父親 如果是原住民 你的母親不是原住民 就是有任何一方 不是原住民的話 原則上 你有原住民的資格 但是你還不是法律上的原住民 你必須要跟著那個有原住民 血統的親長寫 你才是原住民生的 這是我們原住民生的環 就是第四條的未定 那問題來了 因為原來的這個主流社會 跟各位的社會 它是一個父親的社會 那大家如果說 對於原住民的姓氏 對於原住民的姓氏 稍微有興趣的話 就知道說原住民的這個 名義比方是 這個族群是不大很重要的 然後可能有一個 習民的 或是憐憫的 或是隨著這個小孩子 像他或是25年 就是小孩子 然後有小漢等等 會有同時期的這個動物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媽媽是原住民 而父親不是原住民 他們結婚生的小孩 沒有跟著媽媽性來講的話 他就不是原住民 對不對 那我的歷史就是 一樣的這個狀況 有一個 這個阿米祖的阿嬤 他跟一個漢人的爸爸 漢人的阿公 兩個結婚 生了小孩 生了一個兒子 那這個兒子呢 他是跟著爸爸是 所以他沒有一種身份 對不對 後來這個小孩子 他又跟另外一個漢人結婚 他生了小孩子 也就是第三代 那是不是也沒有一種身份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當 這個 孫阿 因為 活在我們現代之中 他覺得說 現在原住民是那麼高張 我對你住民很有認同 我想要 回復到我原住民身份 所以他就去跟 這個婚人事務所申請 婚人事務所說 你不能變成原住民 為什麼 因為他爸爸不是 婚底來了 因為這個父親死掉 他爸爸已經死掉 所以爸爸不可能 你不可能降機 叫這個 不正宿所法 他爸爸先變成原住民 然後他變成原住民 所以他就不是原住民了 這個比 曾和老師的那個歷史更嚴重 這還只是學口的部分而已 我們來講 更嚴肅的問題是 名詞的問題 我們當一開始就談到說 性命本身是一個獸 性命本身是一個獸 那原住民的名詞 我們可不可以用 原住民的名字 現場可能有的朋友 他已經是有恢復到原住民身份 他也會用原住民的姓氏 這個名字 可是我都知道 目前的規定是 你只能用什麼 用 你最多是用併列的方式 就是你一定要有漢字的名詞 漢字的名詞 下面再加助併列 所謂羅馬拼音的我們的族名 一定要併列 或者說一定要有一個名詞 你的那個中文 可以是你的漢名 就一定要叫何神輝 你叫何神輝 那你變成何神輝 然後下面比方你的名詞 假設都要一個刺激 你的名詞叫 銀愛達利 那這樣併列是可以的 那或者是 你把銀愛達利 變成是 變成漢字 別人說 別人說什麼什麼 達利 音愛達利之類的 問題就來了 大家會笑 你看那個叫陰愛 他看起來有沒有很愛的樣子 是不是 納摩 納摩 就是說 那我們直接去跟內政部 韓氏 跟原貴請他們幫忙 是不是可以 我們直接 讓他用原住民的傳統 羅馬拼音去登記就好 這樣很合理 對不對 你不會說 一個 一個英國人 或一個蘇格蘭人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Shan S-H-A-W-N 然後 硬要到美國去的時候 要在他在簽證上面改 叫 John 不會嘛 對啊 雖然他的名字是這樣傳奇下來的 Shan 然後到John 可是你不會讓他去改這個字 所以不會去遷就他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國家 要我們的民族 去遷就他的漢字系統 明明我們很多次 你發不出的音 像我的名字 銀愛 請你告訴我 漢字哪一個字 我講什麼 我爸爸叫我父 應該漢字怎麼 他 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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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一個例子 我是 前面有一個例子 就是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那個 立不打滾 就有一個人去申請 他的名字叫 立不打滾 立不打滾 他又不知道什麼 把他打滾 還寫就是打滾 可是立不怎麼辦 他來寫 所以我去的時候 護身人員跟他講說 不行不行不行 你的兒子去年已經先改了 他為了證明 我們很尊重你們的那個 聯名字啊 所以他已經叫什麼 那他叫什麼呢 他叫他寫 壁虎 那我就知道寫 壁板打滾 然後你看你都在笑 那麼殘酷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用 就是用羅馬兵器 來當作我們真正上的名字 那是我們真正的名字呢 那這部跟圓明慧商量之後 告訴我們說什麼 我有一個字號 沒有沒有字號 我沒有少下來 那是去年的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發出一個很過程 那他們的附盤是說 建於社會秩序安定性的考量 好不好 就是因為說是 要社會秩序安定性 那還有 顧及各機關單位使用的電力性 所以我們不同意 單獨使用 你傳統精靈來做調查 而且啊 而且 這個 羅馬拼音 並非社會各界所熟知 那理由是這樣 好不好玩 我們現在在1945年之前 我們的國語是什麼 日文嘛 所以卡龍那個電影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是叫囂去罵說 什麼 什麼 廢話 那上面郭語是字文啊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後來 是不是也被 嘟嘟嘟嘟嘟嘟嘟了 對不對 那現在原住民 這種羅馬拼音 這原住民世界最起碼 已經都熟悉使用了 但是這個國家政權 告訴我們說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這個東西 不是社會各界所熟知 這樣會影響我們機關的 變立性 基礎變立性 所以很多政策在施行的時候 它並不是考量到被施行的 或是有關這些主題 它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它是考慮到 我機關不方便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而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原住民 當代面臨的一個獸 在性贏的 在身份上有很嚴重很嚴重 那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荒唐 就是曾經同來講 我在我的身份證上 是用漢名 然後相片是我的那個 族名的官員 就是定列 我沒有把我的族名 用漢字寫 我拒絕 因為我可以選擇 然後就放棄漢名 然後用寫族名 但是族名又不叫他 在逼迷他 什麼之類的 我就拒絕這個 說法流漢名 然後用族名 可是我非常的不高興 因為我換成單獨使用的 我會有很多人 因為人格有殘缺的 所以我去放大護照的時候 我就說 你看這個是我身份證上的女子 所以 後來他那個 外戶臨自己 後來就同意了 我的護照上的本名 叫做 然後 然後 多麼的可笑 多麼的可悲 當我踏出了台灣這個酒店的時候 我就是我自己 當我回來的時候 不是我自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大的恐懼 那 就是回應跟他贏賴講 這個他不是揍嗎 所以 所以 我 最近我就要離開台灣要去 給我洪洪去洪泉 這個就是揍 就是因為 我沒有辦法 在我自己的土地上 完全使用我的土地 那我知道這樣要回洪去洪洪 很棒的 這是黃皮 這是事實 所以 其實大家看到這種氣象 我覺得 我們覺得 台灣 台灣議員出去 就好像現在的一些困境 但是 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我們看到這些狀況 為什麼 是台灣整體的困境 比如說 剛剛說 要到了 荷蘭才能 才能 才能 才能規復原生 某種程度來講 台灣也是這樣 其實在這邊 我們叫做中華民族 可是 我在 我在德國 和 荷蘭的時候 我的工作證明上面 可以出現台灣 我的國民族 不會出現 China 那 坦白說 對我自我認同來講 我 我喜歡認為自己是台灣 所以 也就是說 我要 我要讓我的 海灘的體 非常 因此相符的一致的時候 我反而要去過 然後 然後才能得到 快鄉的機會 那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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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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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 某種程度來講 就是這種 這種 我們 台灣面臨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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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歪了事實對我 其實我覺得看到的太多反應 就是何嘗不是台灣平安平靜 是我們自己告訴自己沒有這個事 那問題是你當你身在國外的時候 其實你都非常清楚知道 這些東西隨時在你身邊 某種類似就是一種不同 我覺得一個最粉絲的狀況是他那麼多的 我居然在那個地方不願意出示 我的部長 我比較願意出示我的工作長 因為無論在德國或 德國當然最近也說有改編了 但是至少在武在那時候 我的學生證 和克蘭的社會工作上 選出台灣 而且他也特別注意 所以說陳募寫ROC 陳募寫ROC一定要想台灣 其實對我來講我反應 因為必須要拿外國的證件來證明 證明我的出身我的任務 那從那道理 在這些長久以來 這種領區底下 或者說在這種奏底下 那我想請請教三位 你們會覺得 你們到底有什麼 就這樣的狀況下 你們想到有什麼樣的想像 或是想要怎樣的概念 你們都沒有想像耶 你幹著我 想跟你取個共識 拜託 花力氣有那麼慌嗎 我們是要吵架嗎 我們在討論 我們是要拿上什麼 那個路邊的那種疲熱 來回答什麼的問題 那個 那是幾月 三十一 沒有 好不久了 那個我腳也開關 就是我們在那個捷運 就在這個散場市的3號區 4月的時候 有辦了一個路邊的論點 因為他捷運座 我背後有一個小官員 然後現在那天下午 我們就站在那裡 那天呢 那天呢 那天 那天 那天我談的是 臺灣 臺灣作為一個國家的位 我們要一勞人力的指揮 我們怕會有問題 那我們就主張呢 跟網路上 因為非常有名的邪神 人絕話的人 他或是巧的一樣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他的文章 哪也有 我們就打給寫 他意思就是說 建國自憲 採取君主立憲制 把原住民變成貴重 把那個 如果有一個虛偶元首在 漢人有一個患毛病 那個中國來的影響 喜歡爭大 選總組要爭大悟 你不可能爭大悟 因為國家原住民 是原住民 因為實權 然後呢 他們是不得 我們現在是 如果你們承認我們是貴重 我們就不爽 過去實際上原住民 一個地區過去 我在揚羽 然後 你們 那個 至於說我們 誰是國王 誰是女王 那個 不管十幾族 你會再來喬 但是原住上 居主立憲 你們是民貴重 派人說什麼呢 政權沒關係 你們 你們 台灣 愛不搞不搞不搞 但是你頂多是當老神家 而已 我們就去選 我們去國會議 所以 那天我們講的就是這裡 就是說 這是一個 想像很可能 這也是一個 台獨的議題 跟原獨的議題 匯合的點 因為很多原住民 會說 那個台灣 台灣獨立 剛我批指 我要的是原住民獨立 但是問題是原住民獨立 你要跟漢人這麼討論 這不是 除非我們接槓一起 除非搞道理革命 不然的話 必須要溝通 一定要有配套 要有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就好像漢人 沒有辦法回避 也沒有辦法回避韓人 所以 今天 今天我 那一天我們在路邊 發獨民 然後大家手上很多 有控告 那 這個 那個 我是這樣 注意一下 有沒有 給我看 你有一個 一個道具 沒有啦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 難怪他有隱藏 一件事情 沒有去談 就是 難怪自己本身是在 歷史的方法學上的 高材生 那什麼叫歷史的方法 方法 就是 像我們今天在談歷史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容易去背 說 這個 遙順與他們日 周空下上去 就通過沈西漢 新東漢會屬 西進東京 授襲陽城 所以他不代理送人中 我會給一種現行 我會給一種現行 我會這樣說 那西班牙也是這樣說 那 這樣子的現行的研究歷史的觀點 套用在 台灣原住民族 正常的時候 是不是很適合 大家要知道說 台灣的原住民族 基本上是 被認為沒有所謂 文字記不記載 當然我們會抗辯 誰說 像我們阿民族 就有文字 文字不小心掉了 而已 我們掉到水底下 所以那個 就一直灑往去抓 去抓 抓不到 但是就順帶有附加價 就選 很會打 這樣 就是這樣的傳說 那像布農族 我們將台灣人都有一定的這個骨盒 一定的符號 包含計時盤等等 那就是有 那個本質 那 所以 其實應該想講 就是說 我們好像是一個 以口說方式來創造 或者是口說方式來傳遞 我們記憶的一個民族 那這樣的民族 適不適合 用這樣的現行史觀 去看待它 所以 來告訴我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就是 把它所知的 對於住民族的認識跟了解 用一種寫小說的 用一種書寫的 用一種 畫成十九段 在天朝底下 說出三天三夜的方式 來介紹 原住民族的歷史 他先這種方式來做 那原住民族的歷史事實上 也就是這樣 大家如果說這邊有原住民的朋友 或者是說 對原住民族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 如果再像是跟到你的朋友 或是到過路去拜訪的時候 可以聽聽他們談他們的故事 就會發現說他們在講述一首 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 在進行 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就是像說 建設原住民的五月的部分 他是用銀唱的 詩歌銀唱的方式 比方出江派 主在講述自己的 世主的稱帝物詩 他是用銀唱的方式 去把自己的信 交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從什麼地方 簽到什麼地方 是什麼人簽的 像大家我們阿美朱自己 有那個時候 阿美朱旗祈約 我們起了這歌 芑娜 吉利師 成功 對 他們就會 搞個說 爸爸瓜哥是誰 然後生了什麼小孩 那個小孩到什麼地方 去留下什麼信物 然後又到哪邊去留下什麼信物 這樣去傳承的 比如說 我們用詩歌的方式 我們用積麵的方式 我們用 類似說故事的方式 去澄清我們的歷史 所以難怪我又提到說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唱一點東西出來 於是在這樣的刺激之下 我們開了一個玩笑 就是各位手上拿到這個資料 上面有一首詢詞 這個詢詞誰跟你是一家人 事實上他是 被他處於一位高子良 高老師 他曾經說過是 那個什麼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都是一家人 那搞不好大家也提供過 那我們只想要顛覆這種想像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了一個小改型 那還好高姐老師後來看到這份作品的時候 他也沒有特別講熟 好 沒有高姐老師 關於這個資料 沒有沒有沒有 高姐老師現在在淡水河天開了一個錄音工作室 有機會可以去錄製自己的資料 對 所以那高醫師說 那我們就來學學唱一首 想學唱這首歌 那因為他知道我們都用歌詞了 所以我就 我先去唱一遍 然後大家試著 在嘴底封著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一句去代唱 我們再一起唱 然後唱了也許你就可以感受到 五人到底在爭議什麼 爭執什麼 爭執什麼 或爭扎什麼 你不要用愛的風 唱的時候不要用愛的風 唱的時候不要用愛的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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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的家鄉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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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鄉在 那路 晚安 我的家鄉在 黃河華 從前的我們快樂 後 海 我 現在被你們講 黃河華 什麼的屁股 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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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你們都是一家人 你們都是一家人 哪裏有這樣的一家人 你高興不高興 什麼的 我 我 你這 像在 大路 晚 你的家鄉在 黃河華 從前的我們快樂 後 海洋 現在 被你們 搶 逛逛 山 你要看 海 你 無人 千根漂流 無 坐牢 還要罰款 還給我們 傳統領域 誰跟你們 都是一家人 哪裏有這樣的一家人 有雲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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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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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只有 觀眾 你們在族群別人 完全沒有代表 Kita 16個族全部都是水龍 所以說利保委員都是阿美主動 你聽我說我媽啊 我們雖然在除去別的地方沒有代表性 但現場又有至少有癌症 但是我們在數量上也絕對代表性 阿美就是搞暴那個多數的暴力 那我們想想的話 所以這樣漢人也是用多數暴力對付你們大人 是啊對啊所以我們只要 他主動我們主動委訓 那我們今天三個人的廢話就這樣子 他就一直死了 我們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非常謝謝 再次請大家的鼓掌 謝謝大家的鼓掌 這一個 我覺得這一個這一次的對比 其實我覺得連句異議 然後換多錢 而且其實大家可以好好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 我們其實我們習慣太多 我們從以前所被教育 或說所認為你所擔任的事情 那事實上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這麼理所難的 那我們其實一定要思考 那哲武的傳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除了 除了那個羽壇人可以 唱水預言以外 我們也希望他們 他們能跟羽慧的每一位 進行一些互動 那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的時間 是我們就是開放給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哲武傳統是這樣 我們通常是先由大家提問三文 然後來大家先回答第一文 然後下一文再繼續 用這樣的順序 那我們就也就 我就不多廢話上求 請大家可以 要提問或有要倡議的 也就請大家 大家把握時間 謝謝 那你們有沒有 請大家不要唱 你好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我自己就是 各種文化活動 或者說像一個儀式什麼 它中間會背後 根本的意義 它會根植在於 一個人的信仰 就是你可能你 因為你有這個信仰 而當你在做這些儀式的時候 你才可以真切的感受到 或者說你可以真誠的感受到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就是好像以前的人 媽媽媽媽媽都做生意 就跟著做 像我的事情 對 然後就是 那所以我覺得有個 可能比較 根本的問題就是 我想知道說現在的 嗯 我覺得就是 就是說現在的 原住民他們 有沒有就是一個信仰的自由 就他有沒有自己 有那種自由 說他覺得 他要相信傳統的 這些東西 還是要相信 現在的科學的東西 或者說甚至基督教 佛教之類的 對 那就是 嗯 就是然後我想 有點想好奇 就是那 就是以前的 現在原住民這些傳統信仰 會發展出來的原因 我不曉得 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 以前的生活場域 就是在部落 就是在靠近三民裡面 可是現在的 許多原住民 當他們已經離開了這樣的生活場域之後 那他們又接受了很多現代科學的 新的觀念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 會不會 讓他們在接受這些傳統信仰的時候 會很困難 就他要怎麼再說服自己 說去相信以前傳統那些東西 可能 在他感覺可能就很不科學啊 或是說怎麼樣 那他要怎麼說服自己再去去相信這個東西 那 那造成他相信的這樣子的困難 就是我覺得很像就是一種咒 那 這種咒的原因是 因為 現代化的生活的關係呢 還是是因為 呃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政府的關係 那 就是 就是 那我想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想好 就是 那如果說有這個原因的話 那 呃 我們是不是 必須要去剖除這個咒 還是說 破除這個咒有必要嗎 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大家回去相信 因為 現在的生活跟以前的生活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我們 呃 如果說以前傳統的 因為生活模式的不同 然後 讓我們現在的生活的方式裡面 沒有辦法去接受以前那種信仰的話 那 我們 呃 為什麼一定要 就是 就是 在要求 或者說鼓勵更多人 回到這些傳統的信仰 好 謝謝 好 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 有沒有其他 請問 從前面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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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 我就變成 不用說 但是我希望就是說 呃 我們還是從人的角度來理解 這樣子的問題 那基本上 我覺得今天的主題 我覺得它從文化或者語言的方式來談話 呃 呃 我自己會覺得說 比較 更開闊 更有趣一點 那我對於 咒的理解 基本上我是這樣 是定義它 我覺得咒是一個 因為 因為破碎化 而 惡俗化的語言 意思就是說 呃 譬如說 我會舉我 我長期 跟他們一起工作的 他們什麼藝術講 那 那 我在理解他們的 的過程中 我覺得 呃 他們什麼表現呢 它不只是一個造型的藝術 它其實要講的是 語言這個東西 那這個語言 因為 呃 就是中了這個 西方學術的咒 就是我們把文字 語言 歷史 政治社會 都已經把它拆開了 可是對於 呃 我們想像中的 還沒有 還沒有跟 西方學術 就是發 呃 被譽 被發現之前的 原住民族 其實這些都是 同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簡 呃 我們所說的這些 語言 跟我們所描述 這個自然 跟我們想要傳達 回下一代的 這些都是語言 那 基本上 呃 我們 我們所 我們所 追悟所說的語言 跟我們所信仰的 運法 跟我們所有的 自然世界 或是物質世界 它其實是 三位一體 那 呃 可是我們現在是 所在 不再被這個完整的 語言 所把握的狀態下 所以他們覺得破碎 那 能夠去 去說出那些 破碎語言的 譬如說像 西方的文明 還不是那麼了解的時候 八卦樹林主政是 對台灣人的角度很尊重 因為很理智案子 那就是 又符合我們 他們 他因為破碎華爾 他有特殊的一個 一個效果 呃 呃 我今年 跟一位 台灣主的藝術家 一旦 我們在 在法國 我們做了一個案子 做了一個小小的 一個狀情作品 我們就試圖說 我們回到 呃 台灣主的祖先 我們都要多久以前 呃 在那個世界裡面 假設我們 人都變成是台灣 台灣人 那這個世界呢 是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現在無敵的 那我們所講的 我們 我們所稱的語言 跟我們所看到的 自然世界 跟我們想要傳遞給 這個主權的民分子 他所包含的那種 馬上帶有自然律法的一種 呃 那種 那種效果的 那個 那個文明內容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們在那邊做了很多 我馬上做的 是給 呃 給自然的一個 標示系統 比如說我看到風 這個自然環境 可能出現風的時候 那個 台灣主的風 巴黎 OK 然後 然後 看到水 就立了一個 巴黎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標示 那我們仕途就是 也是借用咒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呃 我們從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 拿出一些片段 來提示 所有在這個地球上的人來說 欸 它是來自一個完整的文化的力量 那 因為我們在那邊住村的過程 是很多的 呃 就是國外藝術家 國外藝術家 國外藝術家人都管路人的意思 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 把那個 把那個字啊 把那個印啊 都標出來 讓我們去念 我 我那時候就開了一個 一個 像是跟我們今天就的一輪關係 我說 我們好像去 當這個語言是全世界 其他人都不懂的時候 他好像變成一個spell 他變成一個 那其實我要講就是說 呃 當我們看到 就 我只能想到現在 另外一輩子 代表說我跟過去已經 已經失去連結 而那個過去呢 其實 比我們不審命運 我們把它晃掉 只是在 就在這幾 可能這 一百年之內 只能在這幾十年之內 只能在這幾十年之內 那 我 我原來 我還沒有看得到的時候 但是 我不光他在我 直接文化上的想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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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我要說一個故事 就是說 洪基洪基 花了幾十億 把四個字打到全世界 都要創造品牌 阿瑟 花了幾十億都沒有成功 所以他們最近幾年都虧出來 但是陳薇廷 花不到一千塊 那他品牌已經快要到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是他的機械 自己國家自己救 阿瑟 救個台灣 他這次在美國 見國會議員 到哪邊去 也都是他那一件 所以說 我希望原住民 今天 我自己的個人觀感 第一位我是覺得像日本人 為什麼看到YAMAHA 還是日本字 中間這位是百分之百 看起來像原住民 這位女士看起來是像客家人 沒有 對我來講 這個字很難唸 再來真的是 不是共通的 所以說 除非高中 國中 要不然沒有體格會不一 所以說 我建議各位 因為現在台灣的 台灣的腦袋 外交五十多萬 以十六股的原住民 加起來還多 你們才四十幾萬 所以說 我是建議你們 也是學他 做體學 我是法教 我是的 在巴蘭 像以前F16後面都有一個 原住民 塗成一個泰雅 一個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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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是沒有紋子 大家有些也是不知道 但現在可能都被塗掉了 我是建議說 現在是一個行銷子彈 國家每個部位都有在 都被預算在行銷 我們每個人都要去行銷 要不然大學生那麼多 博士那麼多 你自己不傳取社會 不行銷 你就知道你是來不當 也來當大學 所以說 像最基本的 做T恤 我是原住民 我是 我是 太安 你們的藝術非常漂亮 不是一般的藝術家 可以做的 所以你們自己可以做的 很漂亮 就好像說 你看 國家為了某種原因 要把陸戰隊取消 大家出來抗議 為什麼 我穿上紅色T恤 陸戰隊 這就是一輩子的黃色戰隊 我穿加紗 我穿加紗 就是我一輩子的光耗 因為我出家 我穿加紗 是很自然的 去穿西裝 不自然的 你像習近平 是穿著西裝來演講的 但是很不自然 所以說我建議你們 就這些 陳薇婷 建議我們陳薇 一兩百塊 我是阿美族 我是泰牙族 因為十六組這樣 鏡頭不好記 除非國中聯考 計測之前 還會記的錢 計測考完 十六組都要去的 好嗎 我是建議 就是說 簡單的機器的穿出來 就代表你成功 謝謝 我們想說 這個三位 三位女團的第一位 你們要回應 是 因為我們 很習慣 會接受所謂統一的 小孩 我們跟著 人員們 做第一次的 我的方式的回答 首先 我必須要跟那個大閣道歉 那確實是 我選錯的 第一次 我今天其實幹嘛 爬熱 這是我最厲害的快點的建議 那講到衣服也順便提到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會去穿衣服 在原住以穿衣服這件事情 那穿衣服這個事情就是 就是祖府啦 就是祖府傳統的事啦 那很多人常常會就是 因為辦什麼活動 然後就開始穿了一順的服裝 穿了一順的服裝 那包含像前一陣子的一個外交部 青年大使班 到今年的這個林選 他還是一樣穿這個祖府 但他穿衣服是亂穿的 就是我們對於原住民族的想像 就把那個衣服的想像 也是非常的天馬型 他覺得只要說 頭上插幾根毛 然後手交叉跳舞 這是原住民 這個事情我們去年聽抗議過了 然後顯然是不被外交部說 接受 然後他叫那個 學校的社團學生自己出來 我們道歉 然後 然後今年我們在林選手 又幹一樣的事情 那我不要講 原住民的祖府 對原住民自己 我相信在場原住民族 應該很欺負自己的祖父 祖父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身分證 我們看祖父就知道 是哪一個族群的人 甚至哪一個部落的人 比方說像我們 那部落又在那部落 我們自己有家族的獨特 我們從他屁股的這塊布 他的獨特是什麼 知道是哪一個家族的人 所以他是身分證 那各位 我們會隨便便把身分證拿出來 我們會把身分證寫給人家 我們會在身分證上面做驗照 不行嘛 這不是在文書嘛 對不對 所以你根本就不能亂傳遺 你這件事情 所以很抱歉 如果說剛剛提到是說 要穿竹子 那我們就把它做 那第二當然是說 假如說是要做低血 要做行銷 對不對 我們要當原住民的陳輝廷 那為什麼不讓陳輝廷當原住民呢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這個主題的詳細講到就是說 是說 像我們一個撒派演員 有人就說 你今天做得很好 你很像那個 誰 就是原住民界的陳輝廷 可是他講的去 我覺得蠻咬巴的說 那為什麼不說 他是 他是 漢人裡面的那個大奧 這個主題已經要有出來 當然我們行銷 那種確實這是我們的弱勢 那我們再啥 可能不點破 有一位原住民媒體界的人 我們也希望說 他都在 這是奉雲住民族的正確的 被 被認識 被知道的 這個情境 希望有他 和民國也一起吃力 然後 我們跟他們常常講說 你要尊重我們 但是你如果不了解我 我突然報告裡面也說 你要尊重我們 你也會覺得莫名其妙嗎 那所以 心有吃到 心有理解 才會有所謂的尊重 那這也是我們自己 努力不夠的地方 那當然 我們三個人 自己以為 想像是我們 這樣說 馬英九走在路上 根本會講出 我就跟過孩子說 我是馬英九 像以前 宋主一世代的 一個帽子叫寫 神掌宋主一世代 就會被他丟雞蛋 那我還以為說 我們這樣站在路上 不知道我們是誰 這也是我們帶過之奧 所以這也是 倒極一下 第二個 做一個小回應 就是說 老師有提到說 這個 關於宙的 他的一個詮釋 我真的覺得蠻好的 就是那時候 關於破碎話 破碎話的這個觀念 那我試著這樣理解 就是說 其實像原住民 會被各方所採用 比如說像 古藤啊 輔佐什麼等等 其實我馬當然是說 原住民有 各個族群 各個族群 有一些古藤 或是一些符號 或是鼓樂 或是等等 這些元素 被各位拿來用 那大家其實沒發現說 這些元素 這些元素 其實都拿來代表 還有原住民的符號 但是你們在使用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使用上 你們沒有尊重 你們沒有問過 大家高興 你去弄一個什麼 海角七號 你就弄了一堆褲褲褲 你有沒有問過那個族群 有沒有問過那個褲褲褲 雖然說現在有一個 所謂原住民選統 是會殺害群的一個 保護的一個條例 但是他事實上 在落實的可能性質 沒有這樣低的 因為 因為太多太多元素 可能是我今天要求 但是我要講 我現在 現在當然這樣講就好 你看 我們每次這樣出國 比賽啊 幹嘛幹嘛 然後說要代表台灣的時候 你就會問人家說 欸 原住民 那原住民都要代表台灣 比方我聽過那個 台北市原民進章 跟我提到說 他們之前 好像什麼什麼 大陸會 出去外面表演展演 去外面開會幹嘛 他們都有一個習慣就是 各個國家的代表 他都要穿著那個 能夠代表台灣人 代表國的那個地方的那個服飾 所以他們之前去的時候 第一次去的時候 就好像穿長毛蠻褲 那大家 大家也不知道那是殭屍片 還是香港人 大家也知道 後來第一次去找那個 當時 台北市議員 李 李萊 然後幫我們去弄了一堆 各族的那種服飾 那些出門服飾 然後出去就獲得好 因為這個時候 他就很爽 還有我們看那個 其實真的很流行的 就是看見台灣 看見他們都有台灣這個 你看從最後的那個 還有整場的選擇 這個都是大陸選人的音樂 就是大家有提到台灣的時候 都會想到 這裡平常在生活上 或是在律法上 或正上 其實都沒有照顧到 我這樣很大膽講一句 就是說 大國那個 那個搞歷史的那個大師 叫什麼 比耶夫諾 他不是寫說什麼 就是那個 記憶所欺之處 記憶所欺之處 什麼啊 比耶夫諾 對對對 我們比方 我們在想到 日本這個國家的時候 你會想看到什麼東西 很多啊 武士道啊 壽司啊 天王啊 神社啊 鳥居啊 一大堆東西 所以有人大難講說 這個我要回王 你說丟兩百核彈 他也不會王 為什麼 因為他有很多的 記憶所欺之處 即便這些 記憶所欺之處呢 他可能違反 當代價值 像武士道來講 你就好了 動動欺負 動動自殺 對不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那個什麼 那個電影叫 遺憾 就是說 在明治維新之後 他 有一個武士 因為他的父親 是被人家暗殺的 被人家刺殺的 然後 所以他為了要報仇 因為報仇 是一個武士 在武士來講 報仇這是一個榮譽 這是一個敲打這敵人要做的義務 偏偏他要報仇的時候 這本明治維新 取消武士 不能帶刀的 改用旅防 所以他隱性埋名很久 後來想辦法刺殺他 還是把他幹掉 而幹掉的對象是誰 他是一個 他是當時後來 暗殺父親那個人 後來變成是 維新時代的一個法官 所以引起日本相當大 這事實是不是小說 這事實是小 所以當時 日本一片的同情聲浪 後來就讓他 就是讓他補給人家 就沒有把他死 沒有按照法律 沒有把他當死 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不政治正確的 但是他是日本 我們在提到是日本 或是在對日本 想像 或是日本人本身 對自己文化的想像 投射的時候 還有一個複利的 那台灣不會 我們說 我們在想做台灣的原始發文化 台灣最原意的 不僅是人的時候 你想像當時 我畫面出來 是什麼 是空的 是101嗎 是中正紀念 真的這真是正不正確 這是中正廟嗎 是國父紀念館嗎 還是什麼東西 我想說 都會想到原住民 這有什麼 就是台灣原住民 是可以當作 台灣的基礎所 一直選 也因為是這個自己的手機之處 所以它的元素是不在過去 在現在甚至在未來 你上業發展 怎麼能是可以拿原住民元素到未來 所以原住民不是過去 它也不是對於現在或未來的段階 沒有 原住民 台灣原住民就是台灣的過去、現在跟未來 我想這個也許這樣子的想法 過於狂暴、狂妄一點 但是要各位給我去試著去 想想看是不是有這種可能性 至於 他有提到說像自己這個信仰的部分 其實事實上我們說原住民的這個遺跡 他本身就建立他原來的信仰 像所謂的豐年祭 這個遺跡這個事情 剛剛兩道也大概挺多 他前面的一切都包含了祈禮、厭典 跟壽典的部分 我們常說祖靈祖靈 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祖靈不是過去死掉的人 是不只 是包含佛子的長輩嗎 然後 他們都是我們的祖靈 他們是活著的祖靈 所以各位如果有去放一張影片 或是你實地去看過 原住 就是阿美族的這個記憶的時候 發現大家圍著一個圈去 去類似說像跳舞、五月、迎場這個部分 那誰坐中間 不是光光客人 不是 是 是老人家 為什麼 是要讓老人家知道說 我們現在健康了 我們現在勇敢了 我們現在還這麼有默契 將來如果有敵人過來 所以我們是可以抵禦的 然後 我們根據我們年輕人的創意 還有 承襲了過去這個 前輩教導的東西 我們有創新的東西 我們給你看 也給天上的這個祖靈看 是這個概念 所以它不是娛樂 而是那個十一住行娛樂書外的五月 各位的五月都建議在十一住行娛樂上面的五月 可是原住行的五月本身就是文化的載體 它並不是什麼 好像吃飽喝足之後 大家搖搖晃晃 搬住消化什麼 並不是 所以這個出發點就 不是很一樣 那至於說 是不是要 回到過去 大家回到過去 我在想說 回到過去 要回到多過去 你要原住行回到多過去 要原住行回到沒有水沒有電的日子嗎 這會不會再闖顧了一點 像說 昨天在那個 台大 台大那邊有一場 那個什麼 原民會辦的一個 原住民的傳統灌食 什麼 法治的一個好會 經典的主題都建立在那個 狩獵文化 在牆上面 然後就會談說 原住民使用這個槍 不能用 不能用太現代化的槍 不能用火力強大的槍 怎麼樣 或者我們社會之安的問題等等 兩點 這我想什麼話 文化本來就會隨著時間和地上 會改變 那個工具的部分 當然也會改變 對不對 你難道說 像我現在好像有一位 我不能講什麼名字 他在另外一個場面 他直接講說 欸你們原住民 為什麼現在既然說 要維護傳統文化 要尊重狩獵文化 那你為什麼不用十字弓呢 不用弓箭呢 那我之前想回答說 你乾脆丟石頭好了 對不對 那你們說 你們不是大家 我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多讀那個金書 要恢復那個華夏傳統文化 那我說你們哥為什麼不吃狗肉呢 對不對 上週的時候 主持是狗肉啊 你們為什麼不去吃狗肉啊 所以 要回到多古老 回到多久 那個工具有很多很多的實況因素 在裡面加成的 我們這樣子是 可能有點卑微 或者說在主機上 就想說 OK請你們多聽我的聲音 我們想要怎麼樣去回復 要建立到 多過去或多以前 我們要回復到多貨傳統 這個東西交給我們 來決定 或是至少我們有參與的權利 而不是 劉妮會告訴我們說 啊你們應該怎麼做 劉妮會說要有光 於是電影有光 這個也對 對不對 那我今天第一位 是這樣回答這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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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 問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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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幫我嗎 簡單的 請不要迷信科學 無數流行 不要迷信科學 我有資格講這個話 因為我 碩士念的是科學史 科學史 就是把科學 拿來做時光解法 科學是什麼東西 是歐洲文化的草原 他是歐洲文化裡面 用來描述自然世界 一套知識結構 任何一個文化 都有他自己的知識結構 用來描述自然世界 所以他不過是眾多的 我們現在所謂的science 不過是眾多的 世界描述法 當中的一個而已 他你覺得他說 那可是其他東西不精確 那是因為你已經 種到的材料 你認為精確就是應該長 像現在的樣子 就是數學的解釋 你覺得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完全跟外界 有接觸到美俗的動作 你不會覺得 你的這一套體系 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簡單的回來是說 剛剛你講到信仰的問題 對我經過了 我學 我對科學有興趣 我也學了一些 甚至我去研究它的歷史 但是就是因為 研究它的歷史以後 我就發現它是不是 這個文化很強的 它只是 眾多的可能性是一二二 所以我可以同時接受科學 同時有爆生的文化 同時 同時呢 接受 同的信仰 然後我只聽一下 然後全面衝動 我一點 inter comfort 都沒有 因為 因為我沒有那個疾念 不迷信科學 所以請大家 有用迷信科學 因為我想到一個意思 我想要一點低調講 我想剛剛這種 對於其他的 外來的東西 跟自己的 那我們其實 會不會有衝突戲嗎 我舉一個代表信仰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一位 姓孔的地方為你們 那是哪一位 我是不能講的 那是哪一位 我是不能講的 他在這個是 哪一組位 太亞組 什麼意思講這東西呢 因為 如果有興趣的人 應該知道說 在民國的西元2006年的時候 烏來 烏來那個地方 發生一個事件 叫高沙義勇軍經營的事情 大概 回去上面google一下 就知道了 那在這個google 危機裡面 沒有講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 當這些 無助的 台亞族的原住民 去請求當時的 立法委員來幫忙的時候 這位委員呢 他告訴大家說 不行 就是一直說不支持 他說我有一個名言 這個名言 2006年 這個孔姓的委員說的 他說 我是一個泰亞族人 但是我更是 忠贈的能量 所以你還聽說是忠福嗎 對不對 我跟他講 然後我說 賽格特2沒有 因為2006年的時候 賽格特2還沒有正義 所以他說他是算太亞族 你不搞笑 你不正式 好 調柔柔 我們進入第二個提問 那個 嘉宇先 好 再來 那個 就曝露我對原住民 有問題的文字 但是剛剛 在小校旁邊這一位 你好 你好 你剛剛說的那個有關於身份的法律的問題 我聽都蠻震驚的 那我想知道說 你們怎麼看有關於身份在法律上的這個問題 因為好比說我剛剛聽你說的身份認證的過程 我知覺的反應就是 當然是我講嘛 就是劉頓堡答案 很像 我覺得非常像 就是誰跟誰 那生的誰是什麼組 生下來有幾分之幾的協法 那你算哪一種 那你有沒有權力繼承哪一個姓 我覺得那是非常像 那是非常暴力的一種法律的建築關係 所以 反過來有你們的立場出發 你會怎麼樣覺得要怎麼樣定這個法比較好 謝謝 有兩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 剛才那位先生類似 就是我剛才聽到 你剛才聽到 你剛才 你剛才 你剛才聽到 你剛才聽到 你剛才提的那個問題 其實我之前都 家裡都有聽過 其他人提過 可是我剛才也是在等你的解答 可是 你就 跑到其他的話出去 對對對 所以我就想說 我直接一點講 如果今天你是原民會主委 你會 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 對 那 那接著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 那取得 法律上的那個身份 對於 原住民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我 我舉 譬如說今天三位與台人 我舉這個例子 如果不好再請問一下 就是今天三位與台人 都有注意 然後對原住民的議題 也都相當了解 然後也都在推動這些議題 所以我們 在座其實不會懷疑三位 在所謂法律或體制內 有沒有 真的取得這個認證的問題 這個 基本上對我們 不是一個疑問 因為我們不會 真的懷疑你們的身份 所以 在那個 國家制度裡面 取得這個身份 是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意義 譬如說 在身份證上 可以有 文化第一的名字 或是什麼 其他更重大的意義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那 其實我覺得 我今天來也是一個奏 那可能就是因為 看到南某的那個FB分享 其實我來這個地方 其實我很久的 要來這邊 參加 打FBRO的這個座談 那其實我看到這個奏的時候 其實我 做我自己的想法 和分享 看到奏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想到 然後把在老師寫的小說 他其實寫了很多的奇幻的小說 關於原住民的一些 那是悲難組的 部分的一個奇幻情故 其實我第一感覺 想看到字面的意義的時候 我會想到 可是 聽你在轉述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奏 其實好像它是一個 音域史 從故事裡面的一個轉述 來去問於原住民 當代生活的一個 現在跟未來 那 然後又 就覺得 其實 就覺得 因為這個奏好像 好像只是屬於阿美族的 那我想說 全台灣那麼多的原住民 好像 這個奏 這樣的一個 這個符奏好像 只貼在阿美族的 部落身上 可是我想說 你們剛剛講說 這個 這個說 這個 這個花東地區台九線 我想這個奏 是不是已經 流到我們台東的部落 是不是因為 你們 那個 那個 泰巴 這個 就是 你們部落已經把這些的奏 已經影響到 可是我覺得 這個 馬灘跟泰巴蘭部落 其實對 在我的認知裡面 在原住民部落 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很 一個很 一個很具 應該是說很代表性的一個部落 除了要接受很多的黃民化 接受很多關於政府的一個 這個 這個 欺壓壓炸之下 又要 又要 建構自己的一個 部落的一個 傳統文化 那其實如果說 我也是希望 你們可以 找一個方法 把這個奏解除掉 因為你這個奏 一解除 就等於是台灣研究民工 已經 就 這個奏都解除掉了 那 這個是我的想法 那第二個想法是說 因為剛剛那個先生 其實我聽了還 我說實在還蠻生氣的 因為我為什麼 我說 為什麼原住民要行住 我自己原住民 我來參加活動 我穿生活方式 我幹嘛一定要 一定要 告訴你們說 我就是原住民 然後一定要說 我叫什麼名字 可是 這個不是 那我們生活在生活的周遭 我從國小一直到國中 高中 我學 學那麼多的中文 在你們的教育體之下 學了那麼多的語言 可是我從來不知道 我的語文要去怎麼說 其實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像昨天 剛 恩 銀愛 他昨天也有參加那個 那一場的研討會 其實我也有去 其實 覺得心裡也是很多的感觸 其實獵槍就是 對一個男人來講 他是一個 形塑 男孩變成一個男人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可是我 對原住民的我來講 這個工具 我 我並沒有耶 我沒有獵槍耶 而且 裡面的 勤勞 這些 搞不好就在講說 你沒有這些東西 你怎麼成為一個人 成為一個人啊 對啊 我覺得我當下 我都覺得我根本就不是的 所以 我覺得 在這麼多的一個當代 當代這個 在government 很多的一個 當代的體制下 其實有很多的不滿 跟 就是覺得不滿的一個地方 當然 我們要訴求我們自己的目標 所謂的 不管是自治 或者是所謂台獨 原讀的部分 對 其實我都覺得 這應該是要去訴求 因為訴求就告訴你們說 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力量 如果你們再不聽的話 這個力量就是很恐怖的 這個力量不是單方面 只是 用所謂的民主式的方式 不是只有參與式的民主的方式 我說實在的 如果說在 一直壓榨下面 你們再不懂我們的話 你們再不尊重我們的話 你們再不想想 再不去思考我們的話 其實 就會造成很多的一個 重複的不滿 那我們再過來 再第三個分享 就是 講到那個祭典的部分 其實我 我是盧凱族嗎 其實在我的傳統文化裡面 就並沒有所謂的 掃墓這個部分 那可是我的家族 他又是一個很 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你知道 每次到4月4號 拜拜的 那個 要去掃墓的時候 要怎麼掃 因為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掃 我告訴我媽媽說 媽 我們掃墓節要準備什麼 去問叔叔啦 叔叔他們知道要怎麼弄 你知道嗎 要準備 三杯水還是三杯酒 然後要有雞肉 要有魚 要有豬肉 要有水果 三生素果 然後還要拿個香 這個我們先 這長輩就會說 那我們先拿這個香 先擊敗我們天上的父 就是天父 我們再來擊敗我們的祖禮 然後拿著香 拿著香 然後再擊敗我們的祖父 然後再擊敗周遭的禮 所以說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公民政府給我們要用的很多的一個強制性的一個文化或教練 其實已經破壞我 就是對我來講 它是變得很複雜 我什麼東西都要學 可是就沒有定義的一個標準 對這個祭典 對我 我是說這個 在這個 這個 不是祭典 是在這個掃墓這件事情的部分來講 對我來講它是一件很複雜的 好 這個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大人欣 我們剛剛喬了一下 有我先回答剛剛 就像這位 董包你的第一個分享 因為你的第一個分享 我們可以有個問題成為在裡面 都會發揮 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談的時候知道沒什麼事情 好像只有直線讓沒什麼 當然不是 之後就跟那個白細胞一樣 已經扣山到土地 大家都種得不錯 但是種得客外怎麼辦呢 你們用阿美純馬太鄉 自己的名字自己證 它不證公共不改成馬太鄉 我們馬太鄉 提供一個叫做case到底 所以全島都有這個咒的問題 但是每一個民族 面對現況它有不同的因應方法 即使是我們兩個這麼近的部落 我們也會有意見分析 很多的時候也是意見分析 所以就像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講的 這種詛咒唯一的方法 下詛咒 每一種下詛咒的方法不一樣 那我一直覺得 魯海忠邪人能力也很想的方法 可以下詛咒解決你們遇到的問題 沒有問題 大家自己來啊 我們現在也是有打算重新創造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 我開玩笑說 我們今天他們自己多說的報告 來往到這個問題 是不是開玩笑 這只是一個case 所以 其他的都有什麼冒發 沒有 我怕我其他的不知道什麼 我還看剛剛那個 就是 呃 在我們太誇張 就是 咒這個部分 我們常會用 馬蹄 這個前面猜的馬 就是 處在那個狀況很像 所以我們現在 受咒 當中 所謂受咒就是 我們可能受到很多的職員 我們承受很多現在 包括國家的 然後其他族群競爭的 這種戰制 包括我們思想裡頭的 就像我們部落的 長輩 可能 呃 生活的過程裡面的經驗 他會做人 跟我們現在 一些不同的判斷 包括我們在記憶裡頭 那 這個咒我們要怎麼去解除 阿美族話講說 第一 恩 這樣 他去用力的去 用四個咒去把它解除 解除 的方式呢 就是 回應 反看 去解放 我們現在 處在這個咒裡面的狀況 那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呃 這個 呃 呃 在建國 如果我們要建立國家 我們 呃 現在 呃 我是認為啦 就是 其實台灣獨立 或是我們台灣這個島 要去建立國家 跟原住民的這個賣戶必須要合流 我們必須要放在一起看 原住民這千百年的這樣的生活跟經驗 包括這個空間時空的 我們處在這個裡頭 跟應該要跟台灣獨立運動合流 要放在一起 甚至要以原住民的歷史 跟我們的現況以原住民為中 所以才剛才講說是 我們希望推動局主義線 這件事情 真的很想 很想幫過 那 那個廣信團來的時候 我們喊一個叫大政奉還 還什麼 還權利 還土地 最後要賠償 要還錢 這些東西都應該歸還給原住民 因為 我們現在的狀況 包括我們 城市的移動 勞力的移動 移動到城市 這些原因 都是因為這個國家 這個殖民政府 包括日本 包括現在的中華國政府 對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受很大的壓迫 剝奪我們的土地 剝奪我們存在的人 可以佔立的土地 所以我們才跑到城市裡頭 在城市裡頭生存 這些要幹嘛 權利還我 土地還我 錢也給我 這是我要的 那 呃 我覺得那個河流的過程 其實可以完成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原住民在這個社會裡頭的 階級的反轉 然後權力的 這個政治權力的 擴張 擁有這個政治權力 可以主義跟現在其他族群做抗衡 抗衡 抵抗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可是我們可以主在一個比較公平的環境底下 因為我們有互相競爭 然後再來一個是歷史的 反真 反回原來最真的歷史 台灣真正的脈絡是什麼 就是台灣獨立 就是因為 為什麼要以原住民為重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 都存在在這個台灣的島上 台灣的原住民就是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個代理子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我被遲了 所以我被遲 所以我被遲 關於那個 身份法這件事情 其實我會打開槍 你知道事情嗎 我也是很正經 我當然正經 對不對 我還正客爽 正不爽 這樣 怎麼可以這樣規定我們 也就是說 到底是不是原住民 其實在台灣 他是誰認定的 誰說了算 你們都會覺得誰說了算 因為是原住民說了算 對不對 結果我們是誰說了算 行政院出了算 你的族群 必須要是行政院可可認定的 所以我們今年多了兩個 沙羅阿 卡拉卡拉圖 兩個族群 它其實不多 它只是從所謂的北州 原來的州屬分離出來 它並沒有多 我們的部落 必須要跟運會去調查之後 也是行政院會通過的 才算是個部落 可以這樣子嗎 對不對 我今天有這個原住民的血 不是說幾分之幾的問題 我們先不談這個問題 談這個問題其實也不太大意義 因為如果從血統論去看 就從本質論去看種族 那根本的東西就會跟那種一樣 那會不會有種族歧視的東西 但是我們今天講 你血脈上面你有原住民 你的主觀認知你也是原住民 你為什麼不認成為原住民 對不對 這樣很合理嗎 我在主觀上認會 我是台灣人 我為什麼一定要當日本人 不會一定要當指納人 喔對不起 當中國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在座各位原住民 在談這個原住民之行 我們覺得 好義憤填膩 可是 我跟你們講 你們在放棄 為什麼 你們有用一樣的態度 對待平骨族嗎 平骨族群也是一樣的意思啊 它在血脈上 我們從後來世紀的文章 我們其實可以知道很清楚 他們就是一個過去存在的一個主義 而自己努力的文化跟公主等等 對不對 他們雖然中間有一部是不要自己 就是不要當番嘛 那要怎麼樣不管 可是現在想要當番 你說它主觀上有認同 但不是跟我們剛剛講一模一樣 我們剛剛舉的那個原住民的小矮 原住民的孫啊 沒有 不是原住民的一樣 是一模一樣啊 血脈上有這個 有這個認同 主觀上有這個認同 為什麼不能讓他 讓他當原住民 因為行政院說 不好意思 你並不服輸出 合理嗎 當然不合理 所以你如果說 如果是主委怎麼辦 就當然就革命啊 怎麼講的 對不對 放炒蛋啊 欸 合理嗎 用背影 就放炒蛋 對啊 你需要一些突破性的思考 你不能一直管制我們 規制我們 對不對 然後你要管制我們 規制我們 都用一些很奇怪的論調 就像說昨天 有人又提了 昨天那個聯討會 在談那個獸業的事情 你知道宇慧覺得 當然他們這些學者專家 是很bub很崇敬他們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 他們有點小小的立場 這個小小的出發點 有點怪怪的 就是說 他們是怎麼看到台灣原住民的 守戀文化傳統的 你怎麼看 他們是拿國外的 舉出歐美 美國 加拿大的 那什麼 的狩獵 來去跟台灣原住民的狩獵 來去比較 這什麼問題 他拿的是人家運動觀 是休閒觀 你再去跟台灣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觀 你跟文化傳統去談 對 然後所以就談到說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公平性嘛 所以你看 你原住民可以收點 應該要做這個 我們很先進的這個講法 我們應該開放做獵人證嗎 有沒有 獵人證 然後下面就會有人問說 那今天要做獵人證 那可不可以 其他不是原住民 就可以申請 你說幹什麼 你在玩遊戲嗎 我們今天談的是 原住民族的文化 在這種正經的脈絡之下 處於的弱勢 怎麼樣把它提升回來 這是一個修復式正義 是正義的問題 結果你在談公平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主要點是一個好奇 沒有的事情 那你拿人家運動比賽 說 因為就是運動比賽 所以要公平 所以那個武器的相關長度 要怎麼樣 那個殺傷力要怎麼樣 所以原住民的這個 別相比是要怎麼樣 你在幹什麼 你在講的是受獵文化 你現在講的是運動比賽 你現在講的是受獵文化 是不一樣的 那東西來衡量我們幹什麼 那你是誰衡量 也不是公平正大的衡量 不是透過立法院的這個 立法修法通過 總統府公布這種 所謂法律的架構形式 不是 是警政署躲在冷氣房裡面 然後想像一下 啊 原住民應該是用火神槍 有沒有 後堂槍 後堂槍 你知道什麼叫 它什麼叫 動動動動動 我從前面塞火 第一排跟著 發生 砰 然後跑第二排去 神經病這樣打力 為人打不到 這 這裏不是遊戲 這裏不是拿肉 這裏是儀式性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 應該過一陣子 我會把那個 看怎麼樣 我把那個 裡面有一位參賽者 那個發表人家 那個是基努 他的形容 非常的失意 我把那個影片放下來 你們去看他怎麼講 這個 這個這樣應該是 稍微 欸 有回答嗎 到底 然後 那 取得法 取得這個原住民的身分 在法律上到底什麼意義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本身 就是回答自己 那你要當台灣人還是要當中國人 還是當日本 有什麼意義 難道我們是為了福利嗎 很多人都覺得說原住民的問題 就是福利問題 不是 原住民的問題是人權問題 很多人 太多人這個對原住民的問題 都有些誤會 你要說 加分 你考什麼學校台大理師是加分的 我為什麼要加分 我沒有加分 我也是考上有大的啊 對不對 都加那麼多大學 而且加分是額外的 它就是佔的名額 它不是佔原來的名額 它是外加的名額 而且它也必須要通過足以考試 足以認證考試 而且這個比率 越來足以下修的啊 足以下修的啊 所以對原住民的政政本質 有很多的誤會 所以是你都覺得說 原住民就是要福利 要錢啊 講十幾點 你覺得原住民要錢 不是 原住民要的是權 是人權 是土地權 是生命權 是我們在這個島上 從古到今到未來的權利 我們不是在談福利問題 對不對 如果原住民要的是福利問題來講話 那不要為了會主委 你只要把中央民行的那個行長給 原住民要求我 對不對 然後這就公平了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我根本就沒有回答 大家會給我回答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再次謝謝今天唱歌 我們來參加時間 其實我們時間已經超過了 好 然後那個 在旁邊 有那個 哪高的新書 居導師奏 老師奏 他們這個在 有在 還有另外 哪高的那個 題型片的作品 讓大家多 也多有興趣 歡迎大家 大家有參考 那今天再次謝謝大家 參與今天的 我們的正學飞行企務 好 真的謝謝大家 殺龍棒站 失散的殺突だから 殺龍棒站 失散的殺突だから 殺龍棒站 殺至 conson鐵 дов Kas bravo 謝謝 感謝 感謝 你的